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同读第九节到十五节 好 我们一同来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只要我们遇见试团 就我们脱离凶重 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 就能永远 阿们 你们遥述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遥述 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遥述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遥述 你们的过犯 我们一同低头仰望住 上个麻烦把所有的手机 那个声音关起来 不要看短讯 也不要上网 现在我们网站都lock住了 但是手机呢 你们还是可以上网 记住上课 专心上课 要知道能够上一堂课 得来不易 你们万水千山 跑到这边来 假如上课就是来看手机 不要上课了 不要浪费你们的精神体力 真的不值得 牺牲那么大 把我们的每堂课 带着个饥渴沐浴的心 特别礼拜五 不要太晚睡 因为你礼拜五太晚睡 你礼拜六 作为打盾 不能来上课 那你就在做表面功夫了 倒不如早点离开 不要浪费时间 也不要浪费 我们丰臭的时间 我真的希望每位来到这边 像田有说他五点多要起来 叫付代价的 别人真的是付代价 其实你们更远 你们是从上海来 你们是从东北来更远 更付更大的代价 既然付了代价 上课 好好上课 回去好好自修 真的不要在这边浪费时间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礼拜五晚上不要超过十一点睡觉 否则你不可能不打盾的 你喝两杯咖啡下去也没用的 说小贺 你喝咖啡也没用的 所以要早点睡 好 我们回到主导文 所以 记住 我们上礼拜讲到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个合本的翻译是怎么 准不准确 misleading 把人放在前面 其实原文没有这个人字 原文是 原文是 hello be thy name 没有人 是把神的名 得尊从 神的名 放在前面 所以应该是放在说 愿你的名 被尊为圣 愿人的尊里 愿人 把这个人字 放 化掉 不要把主导文 一开始把人放在前面 我不知道当年 这些翻译的人 为什么把人放在最前面 只是一个完全 官府到什么 对神圣洁的崇高 圣洁的永美 圣洁的美德的一个什么 敬拜 第一句话是教导我们如何去敬拜 赞美 敬拜 圣洁 崇高 荣耀 勇美 美德的神 所以 很记得我们 一开始都提到祷告的formular 那个明先是好学生 那天还做见证 X 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 主导文艺开始其实是个什么 赞美敬拜的祷告 赞美敬拜什么 神的圣洁崇高 神的圣洁荣耀勇美 神的圣洁美德 是 从敬拜赞美 进入你的祷告 所以这个主导文不是单单那么简单 我们就背这句话 其实耶稣是把一个丰富的内容 引导我们怎么样过祷告的生活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 来到父神的面前 第一个祷告的重点是什么 敬拜的赞美 而且敬拜什么呢 赞美什么呢 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内容 愿神自己被尊为圣洁的神 hello be thy name 愿主的名被尊为圣 愿神自己被尊为圣洁的神 Holy God worship him as the holy God 那么 假如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句话 愿主的名被尊为圣 我们上次解读 我们上次解读 主的名代表什么 我们的神 启示他自己有几个重要的名字 从最早创世纪 十七章第一节 是神启示他自己的名字 他是 他跟亚伯罕说 我是什么 Oh mighty God 但是我们这个 英文圣经也好 中文圣经也好 没有把这个 丰富的含义翻出来 原文是什么 El Shaddai 我们不是唱过这个诗歌吗 God El Shaddai 我们学习吧 我们就知道 El 这个是 直到神 El Shaddai 在书写L Shaddai 是指到丰满 丰富 啊 其实 应该放在全丰 丰富 丰盛的丰 哈利路亚 原文是指到一个丰满 其实是用来表达 一个母亲在乳养那个孩子 那个丰满的语房 原文是这个含义的 很真实的 很丰满 那个 在孩子的眼中 哇 能够得到威养 得到丰满 是表达这个含义的 是指到神的丰富 供应 重点还不是指到全能的 他是 All Abundant God 更好的翻译 不是All Mighty 因为All Mighty只是能力而已 其实神是丰富的 All Abundant 希望讲到常来英文可以放在 All Abundant All Abundant God 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富 就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所启示的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丰富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 其实是这个含义原文 是配合那个 All Abundancy 神不但有丰富的创造之恩 也有丰富的救赎之恩 也有丰富的怜悯 各样的丰富恩典都在神的里面 原文是这个含义的 El Shaddai 所以下次你在唱到这首歌的时候 味道不一样 你要跟会众说明什么叫El Shaddai 神是丰富的神 也可以说神是个自丰的神 他不去任何东西 他不是去 要去创造人 否则不创造他就好像失去了什么 他没有 他的创造是他丰满的流露 他丰富爱的流露 神是可以不做任何东西 他还是在善意的真神里面 他们享受爱的团契 爱的富足 荣耀丰富 所以这是个很重要 对神明治的第一个在旧约圣经 对神的启示 所以不是All Almighty 是All什么 Abundant All Abundant God 好 然后第二个启示 名字是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 这个启示太荣耀了 描写 亚伯拉罕献以赏 这个 神预备了什么 一个羊羔 代替了他的儿子 然后圣经的宣告 神是 耶华以乐 其实耶华以乐这个字 原文是什么 原文的含义是 神看见了 神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 他的 把儿子的献上 神看见了 神看见 神就什么 预备 所以当你在各样的艰难也好 愁苦也好 治病也好 伤痛也好 记住 神的 明治的第二个启示就是 神看见 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痛苦 四百三十年 神怎么跟摩西说 我看见了 不但在看见 而且是什么 听见了 神是有眼睛的 神照我们人的眼睛 神岂不能看见吗 神照我们耳朵 神岂不能听见吗 所以 这个耶华以乐 一个更荣耀的原来含义就是 神是一个又震又火的神 神看见 神听见 所以这个耶华以乐 不是单单只是 表达一个供应 神预备 to limit 他下载了这个含义 受到一个奉献 耶华以乐 这个太狭窄了 原来的含义是 要表达出神是一个什么 有震又火的神 他看见 这个英文就是 漏了对 这个 那个打错了 The Lord sees 没有错 sees 看见 The Lord sees 神看见这个意思 但是 中文讲说 这个 一花以乐 就是神被预备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 严慎的含义 要神预备了这个高养 一开始就是 原文这个含义 看见 看见 其实原文是 那你好好来读这个上下文 那个意思啊 我们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 所以我们要学原文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 二十二章的第十一节 一同来说 一同来读 耶华的死者 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开他 现在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来 不给我 在这里特别 耶华的死者强调 我知道 我看见 然后后面呢 就是 在耶华的山上 必有预备 才表达出耶华以乐 这个的含义 但是在原文 Jekovic Cherry 是表达神看见 神知道 神听到 是表达神是一个有真有我的神啊 神不是好像远在天边 坐在宝度上 不知道人间困难 直苦的 你的痛苦 他看见 他知道 所以这个名字带来极大的安慰的 你的难处 神看见 神知道 你的问题软弱 神也看见 神也知道你隐藏不了 你心里想什么 神都知道 神都看见 无法隐藏 所以 解释 神的第二个名字的启示 的含义 耶华以乐 然后到了初埃什记 十五章二十六节 Rafa 我们也有接受诗歌了 耶华Rafa Rafa是什么意思啊 神医治 所以感谢神 耶华是医治我们的神 但我们常常祷告说 神啊 祢是 耶华医治我们的神 我们就是引用摔极记 十五章这个应许 他的名字就是医治者 医治我们灵魂的病 灵魂的悲逆 医治 医治我们肉体的软弱 身体灵魂的医治 Rafa 连弗派 亚大人十七章十五节 耶华离西 离西就是 原文就是旌旗的意思 神成为我们得胜的旌旗 所以 读旧约的时候 你发现 每一次得胜的征战 其实都是在乎谁啊 在乎谁啊 都是耶华 不是以色列本身能征战 连他们公园的各层 也不是靠他们的能力 都是神为他们征战 假如我们看到这个真理 我们就不害怕 你觉得按人的力量 没有办法可能得胜 一个政权好像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一夜之间 1989年 柏林围场 做的吗 是神的手把他推倒的 你没有从解释的 从一个小小波兰的小国家 怎么可能引起整个东欧的改变 没有真的看到是神的手 是神在征战 我们只需要负责什么 祷告 我们大大战口 为摘上执政的祷告 求神来改变 苏联出了个 中文就是各位巴夫 神可以掌管君王的心 如同龙垢的水 水与流转 所以我们 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个时代的 祭司的一个位分 为整个的 世界的这个发展 我们中国的需要来祷告 昨天师母说 你早点备课 晚上九点钟要看这个特别报告 你们有没有看二十六台 那个奥习会的特别报告 我看了一小时 你们有没有看 要注意这些新闻 好重要 整个的奥习会 positive or negative 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些新闻 要注意啊 很重要啊 即使假如 如果 见面谈不拢啊 整个世界会紧张啊 谈得拢呢 世界会 松一口气 经济会稳住 我昨天发了一个多小时在看 结果我感觉到 整个的见面会议 结论是正面的 成功的 哇 我说中国真的是有人才啊 很明显 这个习近平主席背后的智囊团是 number one 太聪明了 你看那整个形成的布局 所讲的内容 然后所愿意舍弃的一些条件 然后要坚持的条件 都差到好处的 舍弃了什么条件 网工这个事情 完全停了 Reach the agreement 网路供给 hacking the internet 网工这个事情 这个还是不重要 最重要 奥巴马亲口 习主席还不敢讲得很正面 奥巴马在他的 演说当中说 We reach an agreement that we won't hatch each other in the internet 我们彼此已经达到一个 agreement 不但是公司 agreement 奥巴马用得很清楚的字眼 对 我们两个从此不再网工 哇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对 这是最重要的事 然后呢 得到最重要的结论 奥巴马说 关于南海问题 哇 我们中国人松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美国背后会做什么 但是奥巴马亲口讲一句话 我们所要的只是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在南海的自由通航权 习主席说 这个绝对没问题 没有说停止监导 不准你监导 美国不讲这个话 你看吗 接受我们中国赢了 最少在这次的 共同的一个发表会里面 南海的问题 暂时暗定了 美国不啰嗦了 我说美国其实只要的是很命的嘛 很小的东西 自由通航权 习近平说 没有问题 他说 我们绝对保障 国际自由的通航权 没有问题 但是 这个 这个南海问题是我们中国的 主权问题 哇 讲得好稳 哇 中国一天真热 真的是 主权问题 哇 很强硬的态度 我们也 要知道整个的市局 知道如何有一个国度的祷告 所以 我们不要再抵触太多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相信君王的心掌握在什么 神的手中 耶和华 拉法 耶和华 黎西 他是得胜的君王 啊 啊 然后 到了四世纪第六章 耶和华 Shalom 还记得我们希伯来文的一个讲义吗 Shalom 所以犹太人一见面就讲 Sh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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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平安 那这个平安 包括 各方面的 这个心里的平安 与神的和好 啊 啊 家庭的平安 国度的平安 国家的平安 各方面 Shalom 这个很重要的祝福 Shalom 然后到了 以西结书四十八章 啊 Shamal Shamal 啊 就是 在哪里 God is there 神在 在这里 神与我们同在的 啊 Shamal 啊 God is 啊 神在哪里 然后到了 耶利米苏二十三章 Chadig 啊 我们希伯来文一个很重要的字啊 今天早上学了Chadig 义 义这个字啊 那么 那么 这个Chadig 还记得我们 讲到这个字头吗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你记得吗 早上讲了 有义 就有人 就是指到旁边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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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叶恩圣的Chadig 这个字很有意思 Chadig 你这个人 旁边跟着一堆人 啊 有义就有人 啊 啊 所以 啊 王后早上来上 希伯来文就知道这个Chadig的意思了 啊 很有意思的啊 啊 所以古力已经上过希伯来文的 再来上啊 啊 有很多新的亮光 啊 以前是没有预备的啊 好 这次我们可以颂赞我们的神七方面啊 在旧约明字的启示 当然到了新约就更多了 啊 耶稣是什么 啊 啊 好牧人 对不对 很多啊 明字的启示 啊 好 所以我们 把 主导文的第一句 愿主的名 愿主自己 被尊为圣 啊 所以要改过来啊 啊 不是愿人 不是把人 放在 第一个位置 No No 是要把 神自己 啊 愿神的名 愿神自己 被尊为圣 好 所以假如我们真的掌握 这一句的祷告的内容跟教导 你发现我们的祷告生活怎么样 不一样 所以试试看 这个礼拜回去操练 照着我上面 list给你们那个 愿主自己 被尊为圣 你看到我上面不是列了三方面吗 我们上礼拜不是读了一遍吗 还记得吗 把这个 作为一个sample 你可以继续地发挥 但先把这个sample什么 背起来 父啊我敬拜你 愿你的名被真为圣 你是圣洁崇高的神 诸天俗说你的荣耀 从窗传扬你的手段 天是你的作为 地是你的脚当 你无所不能 你无所不知 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El Shaddai的主 懂吗 从这个角度来祷告 经到神的荣耀 永美的祷告 赞美 然后再经到神的美德 的赞美 所以回去操练一下 不要只是懂得祷告学 懂得主祷文 学了要什么 实际去祷告 试试看这个礼拜 所以在你们的讲义的下面看到吗 那个祷告 那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实际的含义是 我要赞美你是圣洁的神 好 解释主祷文的第一句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巴巴的藏来你们 叫这个初信招就班啊 通常都会叫主祷文 但是一般人学的这个主祷文 就是把它背起来 不懂得 其实这是一个教导我们 怎么去发展 出一个非常丰富的祷告内容 所以好好去教导这个主祷文 今天很多基督徒 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的 你去做什么味道教会 你一天花多少时间祷告 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一大半不懂得祷告 所以为什么今天整个西方教会 基督教会走下坡 基督徒不懂得怎么祷告 我巴巴的每个基督徒 最少像那些回教徒一样 被祷告文都好 像听著教徒 被个祷告文都好 最少还有个样本 还有个样本的内容 我们哪个样本都不知道 然后被主祷文也不知道 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小的一个样本 里面是非常丰富的 你一进入的话 你就学会怎么祷告 从敬拜赞美神的全能 丰富永美美德开始的 好 我也在了一些祷告店 他们教会的祷告 简直就是说 也不知道怎么来看这个祷告 他们就把这个报流水照片 对对对 干巴巴的 干巴巴的 祷告会不从敬拜赞美进入的话 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敬拜赞美 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 愿神自己被尊为圣洁的神 三方面 三方面 所以可以在祷告里面 先带领他们的姊妹 先操领 用主祷文祷告 先把这个下面这个 每个背起来 街头不容易用头脑的 不愿意背 你叫回教徒 他们为什么信仰那么稳固 我在香港 认这个回教徒 他是东北人 哎呀东北人 他很教我父亲怎么做包子 做这个煎饼 因为我父亲要改行 哇真的做那个煎饼 真的是perfect 一层一层的做的好吃 这样我去看他的时候啊 他拿起他的可兰经 用亚伯拉尔文 把他背诵出来啊 哇 他说假如做一个回教徒 不会读可兰经的话 不算是回教徒 你不会懂 你不算是 是一个信徒啊 他们真的是要背的 其实犹太的信徒也是背的 周约背的 我很多年前去参观他们那个拉比学校 那些小孩子 七八岁就读拉比学校 都在那边背圣经啊 哇真的厉害啊 背的 所以他们的信仰里摇不动他的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 轻飘飘的 就是一切都是恩典 新耶稣正好 不需要付代价 而耶稣为了付了一切的代价 你要有天使把你抬上天堂 不不不不 耶稣说天堂是要努力进去的 要付代价的 开玩笑 要背啊 先第一件是背中文圣经 以后再背希腊文圣经 背希伯来文圣经 是要这样的 所以听说这个 历托圣弟兄他灵修的时候 用希腊文圣文圣经灵修的 所以看到很多亮光 所以 圣文很重要啊 回教徒为什么 你没办法供得进去 因为他把 其实可兰经都背到他的里面 滚挂烂手 你没办法给他洗脑的 除非用神迹启示 这个异象异梦 现在很多的 一些回教徒 他们认识耶稣 是经历神迹启示 你跟他讲没有用的 因为他头脑已经完全 Indoctrinated Inmostment 没有办法改的 被 这个教义洗脑掉的 没有办法的 但是 当他们真的在异象异梦 经历神的意志跟大能 他们都转过来 所以 我们要像 回教国家算教啊 一定要被圣灵充满 你不被圣灵充满 没有五旬节的能力啊 你去那边是送死啊 真的 几年前 广华就跟我说 他们一个同工就被逼迫到 他们的同工跳楼 自杀 被逼迫到这种地步 那个邪灵各方面的攻击 你没有办法承受得了 后来感谢神 听说这个姐妹回到中国现在 也得到很好的康复 去到这些回教国家 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 各样的恩赐能力的彰显 没有用的 这是外表的东西 没有用的 里面的头脑 改不了的 不容易 要真正的为他们按手祷告 让他们被圣灵充满 尽力省得大了 否则 第一 靠德国这套教义 德国的国教路德中一败涂地 我的称家 基本上平常在德国不去教会 他们说一般人对基督教非常反感 是个国教 是个仪式 没有生命 所以很可怜 2017年 两年后 是马丁路德改教五百年 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个事 很多的教会都在办活动 但是 假如你真的要好好去看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 有功也有果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在歌功颂德的时候 对他高举音信称义非常重要 但是马丁路德有很多的东西呢 是讲的不好的 或者说只做了一半的 最简单他所讲的圣徒接基师 这没有落实到教会的司奉里面 路德会里面还是整个 主教 教主 牧师 一层管一层的 你一个路德中的信徒 你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司奉 门都没有 这个司奉没有打开的 没有圣徒接基师 所谓圣徒接基师 但是马丁路德只做到说 你可以如同一个基师 直接向神祷告 认罪 得救 不需要透过一个神父 告诫 认罪 只是 应用在你个人跟神的得救关系上 没有应用在司奉上面 还有马丁路德把太阔高举 唯独圣经 把密气派的经历打掉 你说我等候神 听到神的声音 他马上抓你 去作奸 你不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除了圣经 没有神的声音 唯独圣经 Only the Bible Solar scriptural 所以很可惜的 所以我们的基督教为什么越来越枯干 越来越理性 就是因为马丁路德把密气派这个道统 砍掉了 在他那个时代 也没办法 因为你要对抗教王 因为天主教教王就说 神跟我说话 所以有教王的预令 我是代表耶稣基督地上的代表人 所以神常常跟我说话 我有领受 我有启示 但是马丁路德说 No 唯独圣经 圣经之外没有别的启示 没有别的声音 你那个是魔鬼的声音 所以把这个密气派打掉 所以Protestant church 走了这五百年 越走越枯干 越走越教义 越走越理性 因为没有这种等候神 去聆听神声音的朝链 没有这个密气派 更麻烦的 对神迹奇事 早期的马丁路德也是非常反对的 幸好到晚年的时候 他有点改变 但是整个改革中的道路 这个改教运动 到了加尔文的时候 为了跟天主教对抗 天主教说 你看神迹奇事与我们同在 我们是有神同在的 我们是代表神的 但是加尔文说 No, No, No 就是从使徒时代之后 神迹奇事已经停止了 所以你们那些神迹是鬼神迹 是为了这样一个controversial 跟天主教吵架 争辩 就提出了圣灵恩赐停止论 不是从严谨的解经推论出来 是为了对抗天主教 天主教讲两件事情 第一 圣经之外 教王的御令有权威 所以马丁路的时候 唯独圣经 但是他就把密奇派也打掉了 你懂吗 又走得过分了 其实很多的圣徒他们 领受意向 能够聆听到神的声音 有这些熟练的经历 他们的领受都是不违反圣经的 从神来的绝对不会圣灵 违反圣经的 而且很多是实际上的引导 但是第二 为了说 天主教里面很多的神迹喜事 所以他们说 圣灵已经不兴神迹了 所以为了对抗天主教 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应该趁这个改教五百年 我们中国教会需要有些的反思 最少就两方面 第三方面 那个争斗的灵 我们新教的那个彼此争斗的DNA 是第一名的 中派打中派 因为从一开始马丁路德就从祠云里打 恨不得祠云里死在战场 所以当马丁路德听说祠云里带兵出去打天主教的时候 打死了 这个人该死 是这样的 然后基督教跟天主教这个三十年的宗教战 打了三十年了 要不同的宗派 基督教本身内部的宗派 也是不合的 最低限度 路德宗跟reform church 祠云里是其实代表reform church 今天的改革宗教会 要从祠云里带出加海文这个系统的 不合的 然后后来祠云里自己本身搞了他的 学生也把他们抓去重禁禁死他们 你要讲重禁的话 抓你去海里 好 让你去重禁 淹死你 很凶的 祠云里也是 对这些 好像我们今天看来 重禁不重禁是个吃药的问题 但是他们那个抓得很紧的 为这样一个事情可以你死我活的 为了那个圣餐的 悲 是 是纪念耶稣的死 还是有耶稣的血 马丁路德跟祠云里 做为了这个事情 吵闹的不得了 所以我们新教啊 常常是唯一是吃药阵里吵闹的 到了今天 基奥派跟林恩派 或者密奇派 大家吵来吵去 其实好像这个 从马丁路德来的这个吵闹的DNA啊 这个吵闹的灵啊 一直成为我们新教的咒诅 我们要真的为过去的这些老祖先圣贤认罪祷告 赦免我们的马丁路德 当年跟祠云里 杀了你死我活 赦免祠云里 杀死多少的重启派的基督徒 重启派的基督徒 是代表着今天进行会的老祖先 使强盗信而受洗 你不信不可以给你受洗 所以求神真的联名我们啊 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些的反省 为什么这五百年 其实基督教在整个的西方世界 在整个的世界 其实影响力越走越下坡的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2017年 我们有第二次的宗教改革 五百年我们要有第二次的宗教改革 把过去革命尚未成功的东西 把它彻底的做出来 真的改教没有成功啊 成功不可能是今天这个光景的 好 你有什么问题 那个重启派他们就是没有养而起的 就是金星会也没有养而起的 没有的 金星会严格来说是信而受洗 你不清楚算告你的信仰 不给你受洗的 这些都是迷信 我觉得都是邪灵的工作 这个是真流 可能真的邪灵也可以做点变神迹啊 这种高举人的东西 你一分析那个源头就有问题 邪灵可以变很多神器给你看的 你看耶稣在旷野 对不对 撒旦也可以 可以变一些东西给他看了 让他看到天上的荣华富贵等等 所以不要迷失那个现象 所以有人说 哇 怎么打雷怎么说 这些东西都要小心 要分辨 要从神化 不能讲这现象去肯定一些事情 其实很明显就是 比较 就是说 比较困难的事情 不能从现象去看 实际上有讲过 三卫之下二十一代的 耶和华的雷神就是 我说你也讲过的话 所以那篇加修行讲 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具体 我只是在教求的角度 讲一个重要的原则 不能从现象看了 好 你看 假如从现象的话 你看这个 这个 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 开始的时候 有说 这个 摩门经 摩门教等等 也说他们 有天使给他一扇敬业 讲一些奇特的经历 所以都很难 就是说 我们不要从现象去看 一定要回到圣经 我们 不论断任何人 但是就是说 我们要懂得那个原则 要小心 就是说 不能用现象去肯定 一件事情 不明前强不贵 对 对 就是说最重要就是说 他的教导 有圣经的根据 不在乎他有多大的异病恩赐 异能恩赐 等等 就是还是要回到圣经 假如他的教导 主要的教导 假如没有圣经的根据 就是要小心 好 下底兄 这是马丁 这是加尔文的一个说法 那么 就是说我们要case by case去看一些情况 比如说玛利亚那个神像流眼泪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告举玛利亚了 甚至他们到现在还是认为玛利亚没有原罪的 所以她是圣母 要把她的地位高举 所以到今天你去问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他们还是教导你向玛利亚祷告 我今天还是这样 那没关系 我在香港的中学读了七年天主教的学校 都是一些修士 从德国意大利来的 很爱耶稣 但是呢 很可惜的 我们每天都要下课的时候 背一个玫瑰镜 但是很妙啊 玫瑰镜啊 我到现在背了七年一句都记不起来 只记得第一句 Hail Mary 下面的内容是什么 好像被圣灵完全 erase挡住 我真的是一句都不记得 但是很有意思 上课第一个祷告 主导文 这个主导文一字不漏的背起来了 很有意思 背归进一个字的网 很好笑 对 因为圣公会基本上就是天主教的原版 但是后来在圣公会里面有一些的改革 但是改革没有完全的成功 所以清教徒就离开了这个圣公会 就成为所谓的independent和separatist 所以当年是就是英王为了要结婚 就是脱离了天主教 对天主教有不同的说法 就是要高举玛利亚成为一个圣母 甚至说因为她是圣母 耶稣会比较听她的代求 这个代求呢 不但是主耶稣 不但是圣灵 又多了圣母 然后天主教徒是被教导 是要直接跟圣母祷告 不会跟耶稣祷告 所以到今天就是有些的教导 还是比较正义的天主教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天主教里面 有一批的remlins 有一批人呢 是清主重生得救的 是爱耶稣的 他们也不讲这些过去的这些的教义 他们就是查圣经 也被圣灵充满 也有一批很爱神的人 好 我们要进到主导文的第二个重要的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那第一个国度的降临 是降临在哪里呢 我们一终翻到路教福音十七章 路教福音十七章 路教福音十七章 二十一节 一统来 人也不得说 看啊在这里 看啊在哪里 愿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所以当主耶稣教导我们说 愿神的国降临 其实第一个降临 神的国要降临在哪里 在我们心里面 神的国度代表神的掌权 神的同在 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有这样一个清楚的祷告 神要让你的掌权 让你的国度在我的心里面 真的好像 诗篇二十四篇的祷告 众臣们啊 抬起头来 抬起头来 谁要进来啊 荣耀的王要进来 有能有力的耶华要进来 你是否能够接待耶稣 尊他为王 不是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我罪得赦免 可以得永生 得好处 得医治 得祝福 你还要 真的是接待耶稣做谁啊 做王 说小夏 你有没有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 有没有 一定要抓住这个应许 不够 还要接待他做你的王 带领你的医生 否则你听白听 好好跟耶稣祷告 耶稣啊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罪得赦免 你为了你最定在十字架上 主啊我也愿意接受你做我的主 我的王 掌管我的医生 所以今天的救主教 特别在福音派里面 包括灵恩派 为什么信徒 信主之后没有能力 因为我们只高举信主 是耶稣 我们只让他信 我们的主 是你的耶稣 耶稣原文是什么意思 耶稣啊 就是救主 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 他为你的罪 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替罪代死 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 让你的罪得赦免 但是我们忽略了 我们的主 有另外一个title 是什么 耶稣是什么 Christ 希腊文是什么 Christos 就是受告者 就是王 也叫做弥赛亚 很少基督被教导 你接受耶稣基督 不但接受他是你的耶稣 你的救主 更要接受他做你生命的王 Christ Christ 让神的国真的是充满在你的心里面 他的国度 他的宝座 他的掌权在你的心里面 耶稣不单单是Savior 也是Christ Christ 我们一种来读Christ Christ Christ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圣诞节的时候 是Xmas 千万不要误会以为他们对耶稣基督大不敬用个书学的符号 X No 这个是希腊文 Christ 基督的第一个字 所以是有含义的 所以你把它这个当作这个代数的X呢 表示你Y行 这个是希腊文 Christ Christmas 是意思 跟这个原文是一个字来的 所以让我们再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 我们的讲义漏了十七节 补上去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 有吗 有吗 诶 我的版本少了十七 可能实现了改了 好 五章十七 好 一种来 诶 若 若 因一人的过犯 此就因这一人做的 何况 这些受同安 又蒙所事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 你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做王 还是耶稣基督只是你的一致者 是你的帮助者 甚至讲得不好听是你的仆人 要耶稣成就你的想法 你的agenda 你的美国梦 你的儿子梦 究竟耶稣是谁 是在你生命中做王吗 还是你信了耶稣之后 还是老我在做王 你自己的想法在做王 其实严格来说 没有基督受洗贵妒基督 与基督一同埋葬 已经没有自己的 是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 但是很可惜 既然那个最基础的信仰 我们基督教没有传出去 特别在中国大陆 我告诉你 现在都是一窝蜂的在传 耶稣是一个医治的耶稣 耶稣能够帮助你 可以解决一切的困难 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病得医治 孩子会更听话 家庭福音 这个医治福音 成功福音 都是在讲这个 包括我现在在美国去 好几个教会 听一些人的布道 都是在讲这个 中国教会也是这样 甚至教导说 神是你的仆人 然后去跟父神去做事情 是不是这样 祷告摇动神的手 不是我们去摇动神的手 你比神还要有 有智慧 更有怜悯的心吗 神好像没有爱心 没有怜悯 神不要做事 要你去摇他吗 这些都是背后里面 以人作中心的一些想法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些神学的反省 我们基督教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中国的教会绝对不能再跟随欧美教会的过去的错误 不能再传一个意志的福音 成功的福音 家庭的福音 甚至得好处得永生的福音 对这些是会带来的结果 但是你不要用这个果变成福音的本质 福音的本质是什么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不怕定死的家 我很少在这个聚会里面 听到牧师在传福音的时候 高举耶稣的死的家 都是高举好处 你信这个耶稣了 多好 耶稣能够意识 你一切的病 你要不要病得医治 当然要 所以一堆人涌出来 这个叫信耶稣吗 要追求病得医治叫信耶稣吗 所以好几年前 这个根本的问题 我们只高举耶稣 他是救主 耶稣啊 我们不高举他是王 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 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 所以八分的帐篱里面 牧养教会 出信招就班第一门课 就要让他们亲主接待 他是生命的救主 也是生命的什么 王 他是基督 Christos 是王 你愿意把生命的主权 真的是交给他 否则 这个基督徒一生走的道路 他的信仰不会有突破的 所以难怪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他语重心长 他说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 因为保罗知道这个事情太重要了 用神的慈悲劝他们 当张什么 身体线上当作国籍 出这个主权的转移 把你的全能 就是你整个生命的主权 你要交给主 否则你不可能心意更新的变化 你的灵命 你的信仰是不会进步的 你永远是一个自私贪心的基督徒 都是为自己而活 所以记住 一定要教导弟兄姊妹 不但是 信耶稣出黑暗 进入光明埃子的国度 一个国度的转移 更要第二步 权柄的转移 所以 王好你知道了 利多圣弟兄最成功的一样 交出来 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 把你的财富交出来 像初代的教会一样 证明你真的完全的爱主 完全是神在你生命掌权 所以交出来是在灰所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 从我们这个角度就是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来 所以的确 居会所早期在中国为什么发展那么有能力 每一个灰所的基督徒 他们真的把生命的主权 甚至把产业交出来 交给教会 让教会去有能力去传福音 建立教会 但是今天 完全有那么多的经济很好的基督徒 有多少年 能把十一奉献交出来的都没有 我告诉你 因为 基督徒的原来的想法就是 要得好处 特别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 为什么愿意开始去教会 教会有免费午餐 还可以免费照顾我的孩子 我会好好在教堂睡个两个小时 孩子有人照顾 free babysit 真的讲得不好听 很多刚开始去教会的 都有各种的目的跟动机 我讲一个点 我们上周 我们今天那个山上那个 沈耀军教会 我们开同工会 就讨论一个事情 要不要停掉一个施工 他们搞了一个活动中心 就把这些老人家 这些希望给他们传福音 让他们在那里活动啊 打鱼肉啊 打球啊 交友啊 吃饭啊 这个施工搞了六年 最后只有两个人收拾 六年 六年只有两个人收拾 然后这些人长期就在 把教会当个俱乐部了 得了当俱乐部 所以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 好像这些体制 他们根本就是 babysit 浪费很多资源 资源 浪费教会大量的资源 那些六年了 就是 要很多资源就是 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要检讨 要检讨啊 他们那些 中国大陆来的 这些都是来这些养老的嘛 他们本身这个思想 但是他也要来教会 得好处 来当一个俱乐部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美国的 这个不是单独一个现实 对 不是单独的 六年才两个人生修 就是 大陆六年真的 而且教会用很多资源去 所以你知道张柏林牧师 在Washington DC 能够建立北美一个 北美第一个 华夏的教会 就是以中国大陆 来的弟兄姊妹的教会 是一个第一个 也是一个极大的神迹 过去张路教牧师 在洛杉矶要见 见不起来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好像习惯了 这些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 就习惯了 就是只要得好处 不要去奉献 所以张柏林牧师真的是 很有意义 他说我做榜样 你听到吗 对不对 我绝对十一奉献 十二奉献 奸堂的话 我更是十三奉献 他就蹬出来 做榜样 你要做直视 你不十一奉献 你不要做直视 那就是做榜样的 是这样把这个奉献 做榜样 拉起来的 下星期开堂 那这些200多个人 买了个堂 买了个堂 对啊 感谢主 张牧师就有这样的 见证和榜样 我要抬头 大家要奉献 要是为神的国度 不是要来得好处的 是为了神的国度 一定要给出去的 要恢复当初 原来那些革命 这些先烈的那个主义 懂吗 其实原来共产主义 那个思想是很好的 大家都是要牺牲的 雷锋的精神 这个其实都是圣经的精神啊 就是要舍己的 但是基督教没做出来 反而结群人做出来了 但是没有神的话 到最后还是会跌倒的 只是一个很好的 Utopia 一个乌托邦 靠着自己是没办法做出来的 因为人的原罪败坏 权力带来败坏 绝对的权力带来什么 绝对的败坏 所以这个在加尔文的神学里面 体会的很清楚 所以还记得我们在西东神学 加尔文不是提出了一句话吗 人是什么 全然败坏的 死在过犯罪恶里面 心里面没有神 好 我们回到第二个重要的含义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又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 讲义没有写一下 马太福音十三章 三十一到三十三 哎呀 要停了 这个讲完马上要停了 十三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三 一路来读 他又是个比喻 对他们说 天果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原是白种里最小的 等到长起来 却比各样的菜多大 扯成了树 天上的废鸟 来输在他的字上 他又对他们说 两个比喻说 天果好像有夫人拿来 所以这个天果是指导什么 神福音的国度 神福音的国度 虽然开始很小 十二门徒 七十门徒 但是将来又成为什么 一个大树 讲到神福音国度的发展 扩张 而且是会扩张的很快的 就像那个 一团面里面的那个 笑意啊 一夜之间 就发起来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教会发展很慢的 我告诉一个教会 假如二十年三十年 发展很慢很慢的话 表示一定大有问题 按照圣经的应许 神教会国度 应该像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 你们 一下子发展出来的 一年就增长几倍的 不可能六年再带了两恩信主 一定是有问题 不要问题在哪里 所以 节礼 愿神的国降临 这个国度是指导福音的国度 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还有两分钟把它讲完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很重要一句话 把它画起来 我们一同来读 你们要先求祂的果和祂的义 你要求神福音国度的扩展 就像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讲的 这个天国熟灵的福音国度 要扩展的 每个基督徒都要求神福音国度的扩展 努力的去传福音 当你这样的努力的传福音 你所需要的一切 神会怎么样 真理 神一定嫁给你 Amen 不用担心的 你只要好好求神的国 求祂的义 这个求祂的义 我以前讲过了 是求什么 神的什么 公义圣洁 彰显在你的生命生活里面 假如你传福音 又成为一个圣洁公义的人 神绝对把一切的丰富 你的需要 嫁给你 你会经历到生命节二十八章 第一节到十四节 所有的应许跟祝福 你记得吗 各样的福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凡你所做的 顺利 绰绰有余 居上不居下 坐手不作为 一切的福分 祝福 神要嫁给我们 只怕你求的 不是神的福音国度 今天很多人求的是自己的国 自己的权柄 甚至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责备一些传道人 他们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 但是耶稣说 我跟你们没有亲密的关系 我不认识你们 因为这些人 不是真的是为了遵循天父的旨意 你看上文 遵循天父的旨意 很多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度 自己的影响力 自己的权柄 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的小王国 所谓教会小王国 有啊 为了利而传道的 为了权而传道的 不是真的是为了福音 不是真的为了神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就已经警告责备 这样的传道人 的确有 北米也有 中国大陆也不少 我也接触到的 所以 要我们求的真的是神的国 不是自己的国 神福音国度的一个扩展 所以这个福音国度 我们再看这个应许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解释 一个福音的传播 福音的国度 马可十六章 好 读完节节我们就要停了 吴长老已经一直举牌了 十六章十五节一同来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是要把这个福音的国度 扩张到万国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